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要想看到野生动物 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 你到野生动物园隔着栅栏观看 第二 你背上相机或者望远镜 到野生动物保护区去蹲守 幸运的话能够透过镜头从很远的地方观看 可是如果有一天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野生动物 假如说出现在你生活的城市当中 而且在你身边散步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形 并不是我假设出来的 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 这个地方就是青海省玉树的杂多县 当时人们就在杂多县城的街道上 用手机拍到了正在散步的雪豹 杂多县 杂多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 蓝苍江的最大支流 扎曲河从杂多县城穿过 而杂多县就发源于杂多县境内 因此杂多也被称为蓝苍江源第一县 汤古拉山的雪山溶水 一路狂奔 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 再经缅甸老挝 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五个国家 最终入海 2015年8月 首届蓝苍江源文化节 在杂多县城办 在这期间 一段视频被当地不断转载 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画面里一头原本只在高山雪县活动的雪豹 居然现身杂多县城夜晚的大街上 旁若无人的四处闲逛 一般而言 野生动物都会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像雪豹在街道上散步的场面就显得格外离奇 正在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的时候 生活在杂多的藏民达松又爆出了一个奇闻 他说他们家的冬窝子已经被熊霸占 并且家畜也经常被熊袭击 如今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居住的冬窝子 拱手让给熊 发生在兰仓江源杂多县的一系列奇闻 引起了生态环境专家的关注 继织 一支有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苏建平研究员 以及青海省的藏族人文学者 嘎玛彭作等人组成的考察队 来到杂多县进行考察 地理中国栏目设置组随同前往 根据已经获取到的信息 考察队决定 先从藏民达松一家的冬窝子入手 展开调查 由于当地藏族牧民 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夏季多数时间都居住在自家牧场的帐篷里 以方便放牧 只有在冬季才回到这种 他们称之为冬窝子的固定居所 而不速之客就恰恰在夏季 闯进了无人看守的冬窝子 2015年6月的一天 当牧民达松推开自家冬窝子屋门的时候 眼前一幕让他大为震惊 只见几只憨太可居的小熊 已经完全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窝 对达松的到来 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后来在当地环境保护人员的努力下 这几只小熊得送回到熊妈妈身边 直到现在 达松家的房屋 仍留下了很多熊生活过的痕迹 现在达松一家的冬窝子 已经基本废弃 而在他家所在的杂多县昂塞乡 熊记还有很多 对此昂塞乡藏族干部扎西东周也无可奈何 现在这个银子就是东熊抓掉的痕迹 他就把这个窗户门泡开了以后进去 在里面就寻找这个食物 主要就吃当地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炒面 还有这个米还有青油 这个门和窗它就一下两下就搞定了 铁丝网现在也是网不住你看 从这边进去你看这个毛都生在这里 在专家看来 野生动物侵入人类生活领地 从之前的偶然事件到现在的普遍现象 的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那么导致这些变化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专家苏建平提出 下一站要去杂多县野生动物最为集中的区域 距离杂多县45千米的昂赛乡进行考察 苏建平 动物生态学家 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曾经先后15次深入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 考察高原冰尾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 杭赛乡位于杂多县东部 蓝苍江自杂多西北部发源到达这里 从平过的河网一下子收缩成幽深的峡谷 垂直落差超过1500米 两侧海拔由高到低的标志性景观 雪山 森林和草原诸景具备 最大树林达千年的大国圆百演映期间 正值花期的狼独草扑洒在地 专家预测 蓝苍江昂在大甲谷地带 很可能拥有一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地理中国服装有Jack Wolfskin 独家赞助 深入昂赛大峡谷 可考队将有怎样的起立 独特的高原环境 暗藏着哪些特殊的信息 胖密蓝苍江源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伴着寥落的星辰和依稀的犬吠 靠茶队收拾行装 沿着蓝苍江进入昂赛大峡谷 苏建平这次最想看到的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虫鲁 这个时间段你看 可以听到很多动物的叫声 车辆刚刚进入峡谷 一对野兔就跳进考察队的事宜 现在车辆比较紧 觉得状态 今天你能看出骑兄吗 突然是风轻的 开始吃冷 觉得安全了 好停 我们看一下那个 对面那个山梁 走 阳光刚刚爬上山脊 汽车行进不到五千米 一群白纯鹿就出现在考察队的面前 数量大约有四十头 这么快就与白纯鹿相遇 这让考察队队员们都感到惊喜 白纯鹿被视为神鹿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 目前世界上 仅在中国青藏高原 及其边缘地带的 高山草原地区有分布 因此 它的生存状况 一向被国际动物学界广为关注 在有些区域 甚至因为人物活动的干扰 已经局部灭绝了 经过仔细观察 苏建平发现 鹿群中都是磁鹿和幼鹿 却没有熊鹿的身影 对于一个数量达到四十只的较大群鹿 没有熊性 绝非偶然 那么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原来 这恰好印证了苏建平 长久以来的一个猜测 那就是 白春鹿很可能跟其他有蹄类动物一样 在非繁殖季节 雌雄分群 专家认为 有蹄类动物的雌性 有很长的怀孕期和哺乳期 相对来说 更需要充足的食物资源供给 因此 有蹄类动物的雄性 这时会自动与雌性分群而居 把优质的栖息地让给雌性 这是有蹄类动物 面对严酷生存环境时 进化出的 具有伟大现身精神的习性 而在今天考察队看到的 这个鹿群里 没有雄鹿的身影 这证明 白春鹿 也正面临着生存繁衍的巨大考验 在记录下相关信息之后 考察队继续前行 这时 苏建平又有了一个特别的发现 好几匹马呢 这旁边你看 这就有白春鹿 说明野生动物跟人和谐相处 共享一块草地 您看 刚出发没多久 考察队就看到了这么多野生动物 而且这个白春鹿还和牧民的家畜 混杂在一起 这就不由让人产生了担忧 要知道 像白春鹿和炎羊这些植食动物 是很容易引来雪豹等食肉动物的 这样无形当中 对牧民的家畜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而且白春鹿离人的生活区这么近 会不会遭到不法盗猎分子的猎杀呢 正当考察队队员们感到困惑的时候 一具野生动物的遗骸忽然出现在了考察队行进的道路旁边 所有人的心呢 都为之一击 这明显是一条鹿嘛 从它这个毛 这是鹿科动物的典型的毛的头 而且你看看这个蹄子 还有这个 最明显的是长的 这个头 这是长鹿绒的地方 众所周知 鹿绒是鹿类身上最具经济价值的部分 每年的七月初或者七月底 正是具鹿绒的时候 因此有考察队员判断 这可能是一起人为杀鹿 不过 根据遗骸的腐烂程度推断 这头鹿可能死于上一年的冬末 而且死后 毛皮基本保存完整 如果人为杀鹿 那么猎杀者除了会取鹿绒以外 为什么不取走同样有经济价值的鹿皮呢 而更重要的直接证据 则来自鹿脚 如果是人杀死的 它应该锯得很平 但是显然这个不是锯的痕迹 是一个就是自然的骨头跟鹿绒分离的痕迹 所以我认为跟人的那个猎杀没有关系 为了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苏建平决定提取遗骸的一部分组织 带回研究所进行DNA检测 临近中午 考察队和一群刚刚在蓝沧江边喝完水的鹰羊 不期而遇 他们似乎并没有介意我们的出现 在跑了一小段距离后 就停下来开始觅食 鹰羊拥有无与伦比的攀岩能力 长期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特殊的心肺结构 使它们不必像人类这样 需要通过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的数量 来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 它没有受到惊扰的话 它可能受得比较慢 就像前面一段 它大概用了四五分钟才踏到这上面 我一旦受到惊扰 这段路通常的路的话 它两分钟不到就会爬上去 所以它是特别善于这种陡车的地方 攀爬的 同时专家从鹰羊身上 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尽管蓝苍江昂赛峡谷地带的山崖之上 并不缺乏泉水和冰雪融水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鹰羊都会冒着极大的风险 从高处下到蓝苍江边来饮水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很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跌落山崖 摔成重伤而死亡 那么这些动物 为什么会不辞辛苦 舍尽求远地到山下来饮水呢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科考队继续向蓝苍江昂赛峡谷深处行进 这时路边盛开的狼独花 引起了苏建平的注意 狼独花多年生草本植物 根系发达并且有名 由于它多出现在干旱寒冷的地区 因此狼独花的出现 已被视为草原干旱荒漠化的一种景色 苏建平发现 七月原本正是杂多的雨季 而蓝苍江昂赛峡谷地带的狼独花 居然开花了 从植物生长规律来看 这种情况极为反常 它证明当地降水偏少 气候已经处于干旱状态 由此看来 山上的泉水和冰雪溶水 显然不能给白纯鹿和鹽阳 提供稳定的水管 作为个体 它们可能有时偷懒在山间溪流处饮水 但是作为群体 它们却不敢心存丝毫懈怠和侥幸 甘冒风险 也要下山到稳定的水源地 蓝苍江边饮水 南苍江昂赛峡谷地带的白纯鹿和鹽阳等植食动物 都有下山饮水和上山觅食的习惯 这是由当地气候特点决定的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 则来自于青藏高原剧烈的地质变化 苏建平总结说 最近一百万年来 青藏高原持续抬升 这导致了大气循环的重大改变 以前来自于印度洋的海洋季风 再也无法进入大陆 引发了这一地区 气候和植被的深刻变化 而以植物为生的动物们 也不得不随之改变自己的食物 过去的植物 现在要么完全变了类型 要么就干脆就消失了 而植物要经历这么严苦的环境 而且还能最后保存下来 那么过去吃的东西 现在没有了 你怎么办 食食动物 为了克服诸如此类的挑战 必须做出痛苦的改变和选择 那么它们的策略是什么呢 傍晚时分 颜阳开始它们一天中 最后一次进食 以保证身体有足够的热量 熬过高原寒冷的夜晚 这个物种 它就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生存 如果说它降到一个比较平缓的地方 它跟其他草素的人 会产生一种竞争 所以在它们的进化 物种的新鲜过程中 它们已经各自分开了 将避免进展 地理中国服装友 Jack Wolf's Game 独家赞助 游水河畔 过往船只 为何遭遇险情 悬崖峭壁 双动奇观 有着怎样来历 齐和卯动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白纯鹿和炎羊 这些植食的动物 在面对青藏高原 严酷的自然环境的时候 采取了相当灵活和智慧的生存策略 当然 由于自身所处的生物链中的位置 植食动物相对于雪豹等 食肉动物来说 它们所有的策略 都具有被动性 而同样生活在青藏高原 人类也会面临生存的挑战 所不同的是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 更具创造性和能动性 那么生活在这片高原之上的 藏族民众又是以怎样的方式 与自然环境相适应 每年七月中下旬 许多到青藏高原旅游观光的游客 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 当地藏族民众 会成群结队地走上公路 小心翼翼地打扫草原毛虫 这已经成为藏族聚居区 一道独特的风景 有人会好奇地上前询问 你们扫这些虫子有用吗 得到的回答通常是 不扫 它们会被压死的 对于绝大多数藏族民众来说 误杀生都是它们一生始终信奉的理念 藏族人文学者 噶马彭措告诉我们 藏族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 几乎不产生任何生活垃圾 藏族有谚语说 牛羊靠草原生活 藏人靠牛羊生活 藏族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牦牛 牛奶可以制成食物 牛粪可以用作燃料 在杂多牧区 至今还随处可见 用牦牛粪砌成的围墙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连年阴雨 就是牛粪根本就不干的情况下 需要少拆火来 就是供擦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煎一些这种干质 下来的这个干质 之外它这个正在长的这种树 它就根本就不堪 生态环保的传统生活方式 才使得诸如蓝苍江昂赛峡谷地带的 大锅圆白等森林灌丛 得以完好保存 从而为白唇鹿等野生动物 提供了最适宜的栖息地 然而在青藏高原气候环境的变化之下 杂多牧区又引发了新的生态问题 雄害 还有这个豹子 还有这个狼害 对这个家畜的这个危害是特别大 牧民扎西就曾连续两次在自家牧场 用手机拍到过雪豹袭击牦牛的画面 但是出于生态保护的这个理念 始终没有对这个形成一种仇视或者是报复 这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上 现在杂多当地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 对像达松和扎西那样遭受野生动物侵害的牧民 提供经济补偿 通过对整个蓝苍江源杂多县的综合考察 苏建平最终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地区气候变化和生态改变的秘密 他说 所有的原因都归于一点 那就是青藏高原的地质变化 使生活在这里的植物和动物 重新面临生物净化问题 然而 与其他地区生物净化大为不同的是 青藏高原的台生过于迅速和剧烈 地质环境的改变速度远远快于生物净化的速度 因此 这个地区发生了物种生存区域的交叉和重叠 物种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如何在这个大的地质活动背景中重新调整自己 这是人类和野生动物都要面临的新的生存问题 在这次蓝苍江昂赛峡谷考察接近尾声的时候 苏建平说 这次考察很可能会改变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 他从事科考二十多年 几乎跑遍了青藏高原的每个线 却唯独没有到过砸多些 而这次的收获又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单单是收集到的白纯路的种群信息就已经足够弥补 或者是改写三十多年来都不曾变化的一些原始数据了 苏建平还说 地球上没有哪个地区像青藏高原这样 对人类以及众多野生动物产生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甚至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 青藏高原是否会一直龙升下去 或是到了一定阶段就突然坍塌呢 而基于各种假说而进行的科学考察 是我们认识这片神秘高原的最佳切入点 未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会把目光继续投向这片美丽的山水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